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库代科自带线版本的一个磁吸充电宝 这一个充电宝各项测试数据都是表现非常优异的 这个充电宝所有的评测数据咱们都放在咱们的主页 库代科合集里面有需要去看的可以点开合集去看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轴起 里面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拆解的视频来的有点慢 因为测试的产品太多了 进度的话所以说有一点点慢请大家担待一下 我们话不多说拆解这一个库代科自带线的1万毫安充电宝 拆解有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 因为这里面是有锂电池的 稍不注意我们拆的时候就会把锂电池扎伤会发生爆燃的情况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这个充电宝背面这里是黑色 这边是灰色 缝隙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这个磁吸自带线非常难拆啊 我放在加热台烤过以后才可以把它开一点点缝隙 这个卡扣卡得非常的紧啊 这个充电宝一拆基本上就包废了 大家要看拆解的话看内部的构造的话就看我们视频就可以了 拆解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是无线的充电线圈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主板电池的话就放在这个里面 线圈和电池之间还有一层麦拉片作为一个隔离 起到磁吸作用的磁铁全部在这一个钢片下面压着 这边的磁力的话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一个定位磁铁 这上面有麦拉片 这个麦拉片上面贴有石墨锡的散热贴 以起到充电宝的散热作用 无线充电线圈为一个粒磁线圈 它通过双面胶站在这一个麦拉片上面 充电宝有两个温度探头进行温度控制 主板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在这一个外壳上面 卸掉两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卸掉螺丝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主板这样抠起来 这根自带线是通过这个座子连接在主板上面 自带线上面也有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而且电流传输的正负级线缆上面还有一个磁环 这个东西要起到滤波作用的 我们还要给这一边进行加热 不然的话这个电池也取不下来 加热好以后我们就要往里面注入解胶剂 用塑料撬棒就直接可以插进去 让它胶自己脱开 只要有解胶剂的话 拆起来就非常的轻松 稍微加热一下 用解胶水就可以把它化开 这些解胶水的话 虽然说没有腐蚀性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做电子维修的 没有一个好手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充电宝内部的缓冲的双面胶 这种双面胶的话是非常厚的 我们用打磨笔打磨掉这个激光焊点 打磨掉焊点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池和这个主板把它分开了 这个充电宝拆开过后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就是从电池端 到主板的电流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构造的情况 这个库代科CP132ML磁吸自带线充电宝 内部这一颗聚合物理电池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1年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竞争力的 理电池平台公司 惠州的一维理能 电池上面的规格信息 EVE136079GS 这是它的型号 这个13就是代表电池的厚度13毫米 60就是电池的宽度60毫米 79的话就是电池的长度是79毫米 它的容量是1万毫安 能量值36.5瓦时 跟这个外壳上面标的规格参数是一样的 充电宝的理电池保护芯片 四印型号XB8185MZ 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专注设计 简洁性能优良 集成度高的电源信息管理方案公司 苏州的赛新微电子 这颗芯片官网没有资料下载 应该是一颗高集成度的 单节理电池保护芯片 两颗四印3401的PGODOMOS管 作为电池保护开关管使用 这种开关管用途极为广泛 生产的厂家也是非常多 这种logo的话很难查到厂家的 这个充电宝主板电路 由一颗MCU进行控制 升降压协议芯片和无线控制芯片 这样的电路架构的话 安全性可靠性就更高一点 这一颗就是充电宝的主控MCU芯片 四印型号M320F3V6 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 及感知计算控制电源连接 于一体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深圳的星海科技 属于星海M320系列一款 经济型信号链MCU芯片 芯片集成了12位全插分ADC 低温票基准 以及电容测量模块 CVC等多种信号链模块 还提供了IRC UART等标准通信接口 及PWM输出 满足各种信号处理和通信的需要 电池端的输入输出滤波 采用片式堆积 陶瓷MLCC电容 这边采用四颗 这边的话这里一颗 这边有两颗 一共是三颗 充电宝的主升降压协议芯片 四颗型号IP5365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 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新科技 这是一款集成多种主流充电协议 带同步升降压转换器的 锂电池充电管理的 电池电量指示等 多功能的电源管理SOC 可同时支持四个USB口 单独任何一个充电口 都可以支持快充 两个以上的充电口 就只能支持5V的技术功率 具备高集成度 只需要一个电感 就可以实现降压和升压功能 类似14比特ADC 类似电流采样电路 精确测量电池电压和电流 具备LLC接口 配合MSU 实现更多的定制功能 这一颗就是配合5365芯片使用的 2.2V亨的合金电感 Type-C口的输出滤波电容 规格是100V法 耐压16V 不知道是固态还是电解 没有厂家的logo 无线端的控制电路输入滤波 采用片式堆积 MLCC 陶子电容 用了三颗 这一颗无线充电控制芯片 4E型号IP6823 跟主协议芯片一样 来自深圳的英吉星 是一款即高性能 低功耗 小体积与一体的 无线充电发射控制 SoC芯片 芯片集成 2P2NH桥驱动 外配全桥功率MOS 支持5W到15W的充电功率 芯片的功能强大且紧凑 支持多种无线充电协议和标准 并且符合WPC QI无线充电规范 类至多重安全机制 为什么它在这个充电宝里面 不能15W充电 就是跟我们国家 最新出台的无线充电频率有关 苹果如果不更改频率 这些15W的充电产品 在我们这里只能7.5W 没办法 这两颗MOSFI的开关管 司翼型号AP20G02BDF 厂家来自成立于2017年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半导体研发设计公司 深圳永元微电子 是一颗针对无线充设计的 N加P全桥高频电路应用的 高性价比的低功耗 高频场效应MOS管 规格是赖压二次伏 这两颗NPN的MOS管 组成全桥电路 由刚刚介绍的IP6823进行驱动 用于功率传输的整流和开关控制 协助携震电路 生成高频的交流信号 并提供电路保护功能 四颗贴面MLCC电容并联 用作无线充电部分的携震电容 利用电池携震现象 实现发射和接收两端电路的公正 从而传递能量 提高能量的传输效率 这个就是无线充电发射端的 立志线圈 线圈的用料很粗很扎实 这个是充电某自带线口的一个插座 两个充电口上面都配置有 ESD防静电二级管 用来确保内部电路的安全 这个充电口上面 是没有任何线路连接的 它就是一个用来固定 自带线的一个插口 这个则是充电某的功能按键 这两颗是充电某的LED 功能指示灯和电量指示灯 这是充电某的Type-C口 这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内部舌片为黑色 做工细节都很不错 这个区域是用来映射灯光的一个黑色的软塑料片 这个则是充电某的自带线 为扁线设计 充电某的主壳体和后盖壳体 上面都没有看到有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 这个库台科CP-132ML 磁吸自带线充电某 经过拆解 内部的用料确实不错 电路架构设计可靠性很高 一贯的库台科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确实是够可以了啊 这个充电某前面测试的数据 也是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老铁 可以放心的入手 咱们拆解来办啊 大家担待一下 一个人每天都没有停一下哟 很忙 还有最近在弄一款DIY的储能充电站 后续做成视频 有兴趣的 可以持续的关注我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订阅走起 谢谢各位老铁的支持 没有你们的支持 哪里有我 现在这个层级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